眾所周知大家一看到他就會跟性能聯想在一起 我們請我們的這個智希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還有請一下我們的琴兒來來來來 賞一下車 因為琴兒呢其實有提到上一台車 他就是這個Golf R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看到這台R有沒有一種這個觸景深情的感覺 有蠻想哭的 蠻想哭的為什麼呢 那現在去哪裡呢在朋友的手上 不知道他去哪裡 那不要想那麼多啦 我們來看看新的往前看好不好 來請我們智希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之前大家對R的概念還比較停留在Golf那個階段 所以就是譬如像琴兒講就是很像性能小鋼炮那種感覺 但是呢其實在Tiquang的小改款之後就有R的版本 就來台灣跟大家見面 然後他就是一個算車系裡面旗艦性能王的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其實性能修旅車對於多數的爸爸而言 接受度是更高的原因是因為旅行車很帥 同時空間也非常的好 但是其實在便利性 尤其有些長輩可能年紀大了一點 就是搬東西的時候比較不需要彎腰 休旅車的那種方便性其實真的還是比較好 比較符合家庭的期待 對 然後呢 Tiquang R可以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些 他比較有話題性的地方 首先就是他真的蠻熱門的 然後缺車的狀況搶單的狀況都比較嚴重 而且剛開始的售價從202萬現在已經到216萬多 其實你看這個顏色你喜不喜歡 我蠻喜歡藍色的 它藍色的 而且更喜歡它這個R 對 而且智希是不是現在所有的R 其實它都是用藍色去做一個代表 算它的品牌識別色 對 所以我會建議買 就是基本上藍色可能保持度會 像其他品牌的那個白色那種概念 像法拉利紅色的一個感覺 沒錯 然後呢 Tiquang R呢 我覺得算是在跟一般車系的區別上做得還不錯 譬如說車頭它就是很明顯 除了藍色車色以外 都用了很多黑化的元素 來 晴恩你看一下這個車頭有沒有滿意 超帥的 而且它後面包跨臉 方向段跟那個耳朵 都是黑化套件 對 它剛剛已經賞起車了 對 這個眼睛 其實我覺得這個現在的IQ Lite 這個真的是蠻漂亮 對 IQ Lite 也是矩陣式 智能的科技型的頭燈 然後它的日行燈的光條 也是小改款之後識別度比較高的 對 然後剛剛講的黑化呢 除了水箱護罩之外 下面下保感氣霸 其實就是R跟R Lite很大的區別 就是它一眼就可以辨識了 不會有那種模糊不清的 對 真正的性能車 對 不太需要改 然後呢 最主要的重點 當然還是在動力的部分 是 11888 然後2.0的渦輪 但是它用的是比較算高功率的一個版本 320匹的速度 對 所以跟我們剛剛前面講 可能大概250到280那些性能車 其實又有一個蠻大的距離在 我們剛剛11888已經聽到第二次了 老爹講了一次 志秀講一次 那在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側 車側的部分 來來來 請這邊請請 好期待 真的很帥 這個很帥 很特別就是它其實原廠配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它是配原廠的話 會是PZero的跑胎 然後21吋的框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個方格旗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要衝中點了 然後它裡面的碟盤跟卡鉗 其實都有加大 整體的尺寸都跟一般的市售車不太一樣 然後這台車它有選一個小東西 有點像勞斯萊斯的那個輪圈桿 它隨時都會是正的 是正的啦 對 它在你行駛的過程中 它會保持一個平行的狀態 是 然後到側面呢 剛剛前面有看到就是它很多黑化的套件 譬如說後視鏡蓋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是買2023年式的TQR新的的話 它有一個在TQR上面有很著名的蝎子管可以選 它現在有一個算套裝大概19萬 你蝎子管之外還有窗框 現在看是橡膠的嘛 窗框還有車頂行李架 通通都是會黑色的烤漆 我跟妳講情額一定全部選滿 19萬覺得OK嗎 蝎子管很吸引人欸 很棒 那個聲音超好聽的 沒錯 其實就是那個夜色套件那樣的概念 對 然後後窗也會變成深色的玻璃 對 這些就算一個銅捆包 你可以一次選其 不太再需要去外面改 來來 智希 這個時候我剛剛提到空間 我們要智希幫我們打開門 看一下這個後座空間好不好 好 晴兒 既然你已經賞車了 就不得不讓你去試一下 幫爸爸先坐一下 看看後座感覺怎麼樣 哇 智希 你看一下裡面的內裝 你先老實說 休旅車上下車是不是真的便利性比較好 對 而且其實對年紀比較長的長輩 他其實膝蓋 也不用這樣子爬這樣蹲 所以非常非常的舒服 休旅車 當然他的長度 就可能沒有你的E-Class那麼的長 但是頭部的空間啦 寬敞度 還有 他也包含像有全景式的天窗 其實應該都是還蠻好的 對 而且他其實離頭部空間 也有兩個拳頭差不多 對 不也是 非常非常的舒適 所以這個呢其實就是跟他旅行車 截然不同的一種感受 做得很開心吧 對 而且他的縫線很美 是 藍色的縫線 對 我跟你講 男生聽到這樣子 女生會欣賞這些縫線 我們就很開心 終於知道我們買車 是有花在值得的地方 對吧 對 剛剛聽他講什麼 白改降維線那些 對 我們其實那個 很感動啦 智希 你在旁邊已經眼眶泛淚了 真的很感動 而且這是有三區 恆溫空調 還有恆溫空調 對對對 後座也有獨立的溫度空間 這個也是一個優點 我們車尾的部分 我告訴你也很帥 來 智希跟他說 好 車尾呢 我覺得比較大重點 就是現在很流行什麼 就是那種車名的字樣 以前都會打算 但是他就是很簡單 一個R直接放在中間 對 不用跟你囉嗦 然後整體的尾燈 還有小改款之後的樣式 然後整體的造型 都是走一點比較簡約 比較有服飾現在新的家族設計 然後再來重點呢 其實就是他後面這個下寶感 下面的排氣管 好 重點就來了 這台車就是有選四出的蝎子管 它是鈦合金的 所以它的材質 然後看上去那種視覺的質感 都非常棒 而且它是有點霧色的 然後配上這個保感亮色 其實很明顯 對 霧金屬面 等一下到車內 曼妮哥再採一下 對 而且它這個開關是在這裡 不是在它的那個Logo 欸 唐家喔 你以為全部的服飾都是去按它嗎 沒有 它有尊重感 它是按下不讓你按 因為其實在上面這樣子 打開是不太方便的 而且是不是女生有時候做那個指甲 對 非常 所以這個也是它的優點 所以它慢慢其實也有一些有回復到 就從下面開 對 好 打開行李箱之後呢 它其實寬長度很好 我覺得是就休旅車的優勢 那你的貨夠裝嗎 看起來 看起來 我覺得長度沒有沒有沒有 冰是那麼長 但是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在搬的時候 不用放那麼低 對 它這個門檻的高度 我覺得是比較友善 它下面也有空間 下面也有空間 翻開之後除了有 蠻大的 音響系統 而且空間很大 然後它還有一個設計 就是你這個杖板往上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固定的 固定的勾卡 所以下面還可以藏一些小的貨物 對 可以可以可以 女生有些雜物 什麼高跟鞋 什麼的 那它有一鍵傾倒 它有一鍵傾倒 這個太棒了 都有拉丁 哦 心套完空間更大 還可以整個人躺上去 OK 對 可以 可以車輸啊 可以可以住一下 那個都OK 所以呢 其實這個車子 我覺得 它其實空間是往上發展 也不輸給這個旅行車 但是它操控的依然很棒 接下來 我來帶你看一下 它的內裝 到底有多讚 好不好 我們車內看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到了車內 讓那個晴兒坐在駕駛座 有沒有很心動的感覺 有啊 而且我其實也蠻喜歡藍色 這裡到處都是藍色 因為外面有藍 裡面也有藍 它有一氣呵成的感覺 所以你整個整體是很棒 而且你剛剛進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車下面有一個 這個迎賓燈 對 哇 亮在那邊 對 有這種滿滿的儀式感 雖然它的音響不會轉 但是打開呢 它還是有一個很棒的一個燈來迎接 但是我跟你說 這台車的音響也不差 但是Harmond Karten 我剛剛有看到 是是是 所以很適合重低音 對 這個晴兒內行 因為柏林之音呢 其實它很適合聽一些古典樂 它的tone調是比較甜一點的感覺 可是呢 Harmond Karten比較硬碟一點 你要聽一些那種無曲重金屬 它是可以承襲到你的音樂的這個伴手裡面 對 而且這一個呢 你看到它方向盤 其實現在三幅四 也已經改成電容式的很漂亮 中間有一個R 而且我發現它很多功能 其實在上面 它都可以直接一鍵完勝 沒錯 包括它的ACC這個跟車的部分 然後到音響也可以控制 而且它旁邊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有沒有看到一個藍色的 如果今天誰挑釁我 我直接按下去就可以出發了 是如果誰挑釁我 通常我不會先按那個 我會先按喇叭好不好 我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呢 它不讓開 我只要按那個藍色按鈕 因為它的這個呢 就是一鍵的戰鬥模式 那當然它在它裡面的這個主選單裡面 它有很多的一個選項 那包括它現在新的這個選項 其實非常非常的清楚 有沒有 對 然後它有很多的一些行車模式 可以做安排 那螢幕呢 通常你現在注意看哦 你坐在這個駕駛座上面 它的上面的這個儀表板 其實也有多種的變動 而且導航也可以顯示在上面 那重點呢 是它的這個是比較像駕駛者導向的一種設定 所以你坐在上面的時候 你會覺得是比較有戰鬥感 有那個氛圍 然後它往下面看呢 這個其實我們還是蠻喜歡 就是我們的這個空調系統 它還是有一個獨立的面板 對 跟按鈕在上面 不會說手忙腳亂去按到上面 亂七八糟按不到的一個時候 那再接下來呢 中間的排檔桿 這個我不曉得你能不能接受啦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握的 回憶的感受 是是是 然後裡面呢 也有這個無線充電 對 那啟動鈕就在這邊 剛才看你要啟動一直去按上面 對 它的啟動鈕是在這邊 也是蠻方便的 那後面一樣是這個電子手煞車 這個旋機防滑這些有 那比較特別呢 除了你剛才很注意看女生的一些收納 前後可以滑移打開的以外呢 它中間這邊還有一個行車模式 這超棒的 對 你如果去轉一下 你們注意看 它這邊直接就可以變成 對 這個是雪地 然後它可以調整不同的模式 而且它這個裡面還可以選 就是你直接選 就可以選到你要的一個模式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是 它有個個人化 對 個人化的時候呢 它就有非常多的一個設定 可以做設定 有沒有 它其實現在的車已經不像以前的 它非常的仔細 跟細節都可以去做調整 包括像引擎聲 要調整賽車的 或者是轉向系統運動的 就另外自己裝啦 還可以安裝麻煩 以好爸爸來講的話呢 你如果是平常是要載太太啊 或載長輩 你就把它調的溫和一點 那要去戰鬥跟哥們出去的時候 你就調猛一點 超方便的 那現在呢 最重要是要讓琴兒體驗一下 我們就換了這個19萬多的 這個蝎子管之後的感覺是怎麼樣 真的 而且我剛剛準備要踩油門室 有發現它下面是金屬的 真的 這個琴兒實在是太讓人感動了 因為通常女孩子都不會注意到這個 金屬的呢 它就是有一種特別的一種尊榮感 踩起來就是跟橡膠的就不太一樣 沒錯 縱使你不會去看它 但是我也要金屬的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那琴兒呢 幫我們發動一下 來來來 哦 這個這個這個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呢 稍微調一下 我們把這個調一下 調到這個賽車的模式 現在就有那個浑厚的感覺 它的聲音 這種蝎子管 它的聲音有點像你家裡面在煮水 對 那種滾水 啵啵啵啵啵的那感覺 不會這麼高頻 是 沒錯 它是比較低沉的 你可以踩一下看看它感覺 用力用力沒關係 對對對 有沒有 跟你那個冰刺的感覺不太一樣 對 而且 你可以大力一點沒關係 它不會痛 這在路上也不會被罵 是 沒錯 因為它不尖 對 它好聽 而且在開車的人呢 它可以充分的感覺到這種 低猛爆的這種聲音 跟那種推力的感覺 有沒有 很懷念 非常非常 換回去吧 好好好 你可以好好考慮 跟爸爸回去聊一下 好的 那很感謝琴兒 來跟我們一起體驗的